走狼 作词 杰凯 作曲 杰凯 作词 杰凯 作曲 杰凯 作曲 杰凯 作曲 杰凯 作词 杰凯 作曲 杰凯 作曲 杰凯 啊 过冬季 没盼一丝华起 小顺风 如何 如何致命 谁的呼吸 那我冰冷心底 泛起了一层漣漪 也许某种 藏着某个身影 辗传过多少回忆 哪怕一生 为爱颠沛流离 愿随你看云干风起 别怪这宿命 这天意 这造化无情 等凭红尘来去 像一场游戏 多少我自己 一颗心 也不可惜 交换我与生所有欢喜 深补水 吸毛孔 换透亮 麦吉利清脆平衡水 要您收看高光时刻 不管用什么方法 物语马上找到成脸 问他顾千万在哪 我这有十万火急 姓名有关的事情 一定要当面跟顾千万说 好 我下来去 快到玩不停 买门票旧同城 同城旅行 要您收看孟华路 精选A级软质大力煤 统一青梅绿茶 要您观看孟华路 灵塘灵之灵卡 我喝元气森林 元气森林 邀您观看孟华路 你知道那么多事情 难道你不怕关家 把你灭口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你 因为皇后如果被定罪 就是死罪 我也曾生在月季 我知道什么叫身不由己 也因为 我虽然恨你 但是我不想你出事 胖儿 你怎么了 我脚被你的老鼠夹子夹伤了 现在一用力他就疼了 顾千万 你现在装病得透着我脚 刚才你上桥的时候 我看见你了 你腿脚伶俐得很 我根本就没工夫看你演戏 我总有一个直觉 像关家这样能主动与北人休战 创下东京太平盛世的君王 不会是一个性魂手辣的 夫妻多年 她也不会不知道皇后的底细 如果她最终愿意相信我 那就代表 她打心底愿意去相信自己的皇后 年轻于此 就此表 听我说 后来我又因为北市受伤身不由己 望月楼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你就做个懦夫 在马车里不肯下来 你宁可这样 也不愿一下时跟我说一句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分开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结婚 你可为什么不能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你自己能发誓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你一次都没有想过要回婚吗 没有 是不是 你真的是个疯狂 你连欧阳旭的部署 他还知道要有个下人过来 告诉我一声呢 你这样的男人 我上方也不稀罕 对 我们不稀罕 你看 小木头 你别跟着了 你靶子里的烟酒器看多了吧 别以为摆出一副七七残杂 我不得已的样子 就能打动我们小娘子 我玩这套手 你还用鼻涕呢 你要是不想在官家面前露相 就少来一挖入我小院长 别理他 我们喝酒去 别再跟过来了 你还在看呢 一定挺住的啊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会让你留下 这些事情 就不要看到你 我曾经打算 你认识 你也不愿意 你不要露相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你不愿意 来 大聪 我不是成绩占你便宜啊 我就会帮你气息那块末末的 每日不哭 哭花了眼 明天轻松的屁屁肩 会奇怪的 妈妈 我没哭 你是不是兜里随时穿着这个 要碰到哪个小娘子难过了 你就跟她说一样的话 还真被你说中 但不是异常 是三丈 万一会哭小娘嘴多呢 你还是笑笑 好 你不知道请我喝酒吗 真去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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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无言 琵琶般枕绵 今夕时何年 今夕时何年 万却了 纷扰一时成缘 昨夜的细雨声 依然寻不见 被满风吹远 今夕时何年 今夕时何年 凭精神 无论流谁心血 何不如常游在天地之间 不由言 无言 老板 来 来喽 来 水晶角 费膳鱼包子 马尹 戏粉 我过来一份 再把我存你这儿了好酒拿过来 去吧 得嘞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今天晚上好好放松放松 我带你尝尝东京的名小吃 好啊 别看这个地方不怎么样了 打小我尝过了 这个酒是摇犬酒 是我从八大弄的别庄里 悄悄偷来的 真的 真的 好 那我偷 我 我去 谢谢啊 快去 快去吧 我偷脚的时候 还被汪中的狗咬了 我现在腿伤还没好 快 快 快尝尝 你到了 喂 来 走 今天晚上不醉无归 好 好 光喝酒没意思 要不然咱俩猜拳吧 行啊 来啊 来来来来 等等等 换一个换一个 下次谁输了 谁就答应对方一个要求 怎么样 行啊 来来来 说好啊 五 十五 十八 十五 十 五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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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十 五 十 等等 喘不上劲 歇会儿歇会儿 你开心吗 潘儿 你开心吗 开心啊 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说 潘儿 让我一直陪着你 一直这样开心下去好不好 第一 一定要带小娘子去吃便宜的食食 这样才显得有趣 第二 要多讲自己轻狂冒险的事儿 这样才新鲜 哦 还有 一定要有烛光映照在自己的眼底的时候 讲重要的事儿 这样会显得特别真 娘娘啊 谢谢你陪我喝酒 可是我从小在风月场长大 这些事儿呀 听都听烂了 这些事儿呢 这些事儿呢 不配这个劲儿 管家 玉京酒来了 你把这个苏和玉京酒啊 给皇后送去 外面打雷了 她一小时怕雷的 让她尝尝 也压压惊吧 你去跟她说 是我啊 在宫外买的 是 我懂了 你是怕我像她一样 生下你不管对不对 小星 我不会的 我这个人很常情的 真的 那要不是张老好 她把我的鸟给砸了 那我现在还跟她一直好着呢 别别别别 我不是说你是她的替代品啊 我是想说 反正总之 咱俩合伙做生意 对不对 那你就是我的才师娘娘啊 那我得罪谁 那我也不能得罪钱啊 可我就是不喜欢你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那你说吃豆腐脑 你喜欢吃甜的 我也喜欢吃咸的 这没有好坏的差别嘛 就不是那个味儿 你这是狡辩 豆腐脑 豆腐脑 那那顾千帆带你吃个豆腐脑吧 瞧瞧 我说说人了吧 你爱吃咸的我爱吃甜的 这怎么了 那大不了两碗一起卖呗 那我这么有钱 那要是我 我就买四碗 我喝一碗我还能砸一碗呢 牙内啊 我特想问问你 这几天你老是缠着我 你是觉得就跟顾千帆叫着劲呢 还是觉得 一定想要压我一头而不得呢 你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就是想征服我 我 别说了 你 你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 我 我想好了 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可我就是喜欢你 那你想吃豆腐脑的时候 你会是因为想家 还是因为肚子饿 还是因为嘴馋吗 出来了 结证 你什么意思 喂 喂 喂喂喂 你等等 我这人性命 要不然咱俩再等一回吧 一切交给老天 我要是赢了呢 你就跟我好 我要是输了 我就答应你三个要求 谁都不许反悔 好啊 有什么 什么 有什么你来选 只要马上见飞小就行 好啊 你走 你要做什么 呢 我这些人 我看你 你来自负心 哪里 你去哪里 有什么事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感谢观看 又或者 那说不出哪天 我也想换个口味的呢 那东京城里可爱可心的小娘子这么多 我吃牙子也不会再一颗书上吊死 反正这会儿就是你闲着我也闲着 那大家没事的时候 你就逗个嘴调个情呗 肖像肖像还不行吗 行 你别说 你别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能强言欢笑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你完喽我里来一个客人 你还能客客气息跟他们说话呢 你敷衍一下自个儿东西 有这么难吗 行 那你送我回贵画像吧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就知道气候 你好 两分钱一个 来 谢谢 来 给你个小娘子 这个小娘子哪儿你好啊 你看他长得这么胖 你看我看我看了 行 勋子一言司马难追 你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做你三件事啊 第一 我想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老叫顾千帆小木头 他们家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他爹又是谁 这事你算是问别人了 所以顾千帆的亲娘 就是他的姑姑 没错 也根本不是他姑姑 就是他亲娘 他爹和他娘 是背着家人在外地成了亲 他外公叫顾沈妍 以前是在礼部做打官的 那老头 为人可骨吧 我那会儿才四五岁的 还揪路边小丫头头发玩呢 这都被他外公的过程 是无德小儿 崩溃了 有一回啊 他外公发了特别大脾气 没过多久呢 他娘就带着千帆 大晚上独资进京了 原来我也以为 他是他舅舅养在外头的儿子 后来他爹也追来了 在后门敲着半宿门 千帆的和他娘就在屋里哭 他外公就站在外面骂 说让他爹滚 还说什么 顾家的百年轻语 绝对不能有他这种 又像苍蝇又像狗的女婿 盈盈哥哥 就是没顾及 对对对 就是这么说的 再后来啊 他舅舅也出来赶人了 说千帆 他以后要跟他娘的姓 姓顾 绝对不能姓肖 这都被我听见了 他爹姓肖 他爹姓肖啊 我们俩呀 从小老打架 我也打不过他 我输 气急了 我才玩家小路的 肖薇的事情呢 我是真的没有骗你 只不过我跟肖家的关系 也太过于复杂 所以一时半会 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这事没多少人知道吧 这事 外地的 没人知道 京城的话 我们家原来那条街 住着三家人 十家 顾家 还有一家姓苏的 有个女儿嫁到了钱塘杨家 再后来呢 就闹十几天 人都没了 我爹娘也知道这件事 那可我爹娘怎么就没了呀 这事你可别乱跟人讲啊 你要不问我这么多 人家的私事 我能随便乱说吗 反正摊上这种家事的人 打小皮就不怪 你跟他白脸挺好的 免得你以后上线 我跟你说这么多 我口都渴了 你再陪我去喝点酒好吗 诶 等等 你说你是 东京绸缎行会的把头 啊 怎么了 那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算我第二个愿望 你的话 如果我想你的话 我就挂一朵黄花 到时候咱们就在查封相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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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回来了 你跟顾千帆没事吧 嗯 你跟吃鸭内斗走之后 万水可能有人闹事 三娘姐在后厨又走不开 朝地又做不了主 所以才告诉我 货都已经解决了 放心吧 真是多亏了有你 我那边没自己 姐姐 四大后回来之后 还没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是我第二回犯错 我嫉妒 我虚荣 不听你的劝 又把希望寄负在男人身上 你说了 姐姐都懂 其实这事啊 没什么对或错 都是当时自作的选择 你之所以不甘心你 是因为你身在症疾 所以你才一直想赌 你才冲杯 我老说你不同人情事物 其实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不也被欧阳徐的山盟海誓骗了吗 姐姐就算到现在 也没好多手 可是这个女人 不就是跟梅花一样 要经历过一次次的风霜 才能开出更美的花 你看看你现在 多能敢 既有想法 又有担当 花月宴和千山阁 能办得这么好 你的功劳占了七分 我以后 一直都会这么努力的 以后永远永远 永远别说永远 只要我们愿意 以后 就会有一千种 一万种不同的未来 你衣服怎么还朝着 回来的路上淋着雨了吧 你赶紧换身衣裳 没事 都干了 你窗怎么还开着 我替你关上了啊 没事 你早点歇着吧 那我给你去煮姜茶 你会吗 我会 银票三千冠 除了他还有谁 赵地 你跟陈连还一直有联系吧 有啊 能帮我找他过来吗 好嘞 那他卖宅子替我筹钱 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是我和赵地吵架之前吧 就是他当时奉旨 陪北市游猎的当天 那他明天为什么在马上也躲着不出来见我 陶只是跟我说过 他不是不想见你 而是不敢见你 毕竟胖儿姐 杀头的事 我都没见头这么怕过 所以他肯定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担心你不能原谅他 所以才逃避了这么一回吧 毕竟他为了见你 连康氏的事都干得出来 连兵都差点不要了 今天我们品尝的这个菜呀 那可是有点溝的 是 分田先生 filling 樊老三娘亲自下厨上菜 这让我们怎么好意思 应该的 您是贵客 我记得您爱吃鱼鲜 尝尝味道 不胜荣幸之志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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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你看啊 来来来 请请请 累了吧 你干吗呀 我不是看你累了 我给你揉揉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你来我们这儿 咱俩得分开点 放开 来找我干吗 不找你 找你就去后厨了 找张娘子 别跑 不过来你 你干吗弄什么呀 你吃了糊胆了你 你敢偷本牙那东西 走过来 过来 我没偷 你能不要的火灯 我吃一个怎么了 谁说不要的 那是我要送出你的锁话 可死你弄了干吗 你给他抓起来呀 我 你 别跑 降嘴你 降嘴 你还给我亲王绕猪走去 我吐出来 让你吐出来 不吐出来 我吐出来 我吐出来 吐 吐 吐 孙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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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人 你这脑袋是怎么来的 你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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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些人 娘 我想要求你 我认识 你这些人 娘 这都几日了 宫里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明明那幅夜眼图是体征如山啊 对了 今日宫中的御医是不是还没有来 俺也奇怪啊 按说一个时辰前就该到 不好 宫中起变故了 关上 不会 不会 就算是关家 一定忍不下戴绿帽子这口气 指示废后 姿势体大 他 齐忠成和萧青爷一定还在脚力 是 你 官人 早点歇息吧 不江南暗茶的人虽然还没回来 但在东京做生意的前堂人却不少 陈毅再三查问过 他们都说 杨远潘的确常去赵娘子那儿喝茶卖花 此外 在今后缺的润州之州吴明 也说在杨家见过那幅夜眼图 真话烧了 好 真的见过 看来这赵盘儿说的话 是真话呀 只可恨哪 这欧阳婿和这齐木啊 这两个混账 攻劫皇后 简直是居心迫策 官家息怒 陈道以为 齐忠成和欧阳教刊 或许也是被人蒙骗 那幅夜眼图尾座 未必便是欧阳教刊所仿制啊 倒可能呢 与已经自尽的郑清田有所关联 可惜啊 这郑清田啊 的确是死得太糟了 是 临死前还特意上述请罪 如今想起来 倒似是有意为人遮掩 若这背后之人 又抛制了假话 调弃朝中争斗 官家 莫忘了上回的茂妖案 最后肖相公固然险遭毒手 其中成也被牵连离境养病 你是说 这己案背后的主使 必有几人 是 书臣大不敬 若官家以夜宴图为真 那么圣人与太子必废肖相公 也必受牵连 陛下便只能令则宗事为此 若官家以夜宴图为伪 其忠诚固然有罪 圣人也多半会因为令名犹辱 而见异于于官家 倒是就算身亡 格力太子 厚荡清流 居受打击之下 您将来能选择的附证之臣 也必然出自于宗室啊 所以不管真信或者是不信 都会绕出他们的圈套 好 好 朕知道了 丽琴 先退下吧 裴杜芝 请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内渡知 请 去 告诉皇后 今天晚上 朕要吃她做的豆粥 是 陈妃遵旨 陈妾遵旨 奴婢告退 这一回 总算又是九死一生 当年我顶着那么多风雨 才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如果不稳稳地再坐上几十年 我是不会甘心的 去取豆子来 今晚的豆粥 我要一粒一粒 新字条 是 怎么 难道忠诚不相信 你官家在雷某的劝说之下 已经不会降罪于您了 多知仗义相助 老夫自然改计 只是 老夫与您往日 肃无来往啊 正是因为 以前并无交情 雷某才只能用此次的主动相助 来表明与您交往的诚意 明人不说暗话 官家只有圣王一子 待圣王接了大魏 总会知道他并非皇后亲生的事实 大魏 大魏 皇后与后党必败 但我却不想受其拖累 雷某在宫中经营多年 王侯渊暗中不时相助忠诚 带您登上宰相之位 王侯渡算 大魏 大魏 自然少不了您一个 太尉的职位 多谢忠诚 只是这回官家的雷霆之怒 总得有个沼落吧 老夫自然会有加改 那就好 那就好 那封叶雁图到底是真是假 自然是真的 事关重大 小徐哪敢作假 你还敢嘴硬 宫中贤妃已经传讯 皇后业已复宠 这只能说明一点 官家已经查到了事实 根本不会信你那份胡说八道 不可能 那封叶雁图肯定是真的 不然的话 皇城司和赵判儿 为何会一再找我追逃 赵判儿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跟赵判儿那些事啊 我早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了 不 莫非 那幅画的原主是他 那你为何一再说 那幅画是你从西京弄来的 西军是多大的罪 你不明白吗 这纯属是小旭的无心之果 让我想一想 兴许是公仙藩早已经知道 此图古怪 所以他通过赵判儿 找你索要此图 你恨赵判儿 逼你出京 等到发现此图的秘密之后 你就以此投靠了 是后党为死敌的秘密 回到了东京 本来你铁证在手 扳到皇后之后 你就可以清云之上了 可你偏偏要报复他们 并且还抹掉了毁婚 这个你仕途之上 直早要发的案集 所以你就自作主张 编造出夜宴图的来历 妄想着让官家 致顾千犯一个隐瞒不报的罪名 你当真以为 皇城司后党都是吃素的 可是那幅夜宴图 的确是正品 皇后也确实做过女儿 街上有人行凶 开封府是信我的证词 还是 还是信一个地体无赖的证词 现在坊间都在传闻啊 说官家可能微服去过永安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赵判儿 跟官家说了些什么 谁能知道啊 岳父救我 你别这样叫我了 我 我一再误信你了 现在何止是其忠诚呢 连我都受到了连累 岳父大人 您是想第二次回婚吗 您什么意思 我劝岳父您最好冷静一点 您是想的 如今我们可是一条绳绳的马链 岳父大人要是不帮我的话 那小旭手中 那半条恋爱的肚兜 可就要拿出来渐渐光了 你 婚姻之证 无非结的就是两性之好 我这回要是好不了 那么慧娘和高家也一定好 我又宰了你 做得不错 官家心肠太软 启木他毕竟是清流的领袖嘛 若以为对启木落井下石 迟早官家会心存警惕 对对对 可这一回你 极为其木求了情 又在官家的心中种下了他 时差无信的定论 如此一来 官家对清流的一点好感 再折腾了两三回 就荡然无存了 先来想想过啊平日的指点哪 你知道吗 官家现在的身子苦 所以现在 圣人和他膝下的身亡 才是我朝的将来 你放心 待我肖某人 部长朝耿 扶正左致之时 定然会少不了 劳累你的好处 传来肖像的体系 我这做过 那是没错的 买一个吧 你喜欢这个 这位娘子怎么做过 来 来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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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行啊 这好看 是是是 您这只换哪来的 买的呀 哪里买的 这几日东京城里到处都在卖 我想看看 就几十文艺 好 好 那就有 看看 就几十文艺 就几十文艺 底下这个好看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不要 不要 您看看 我这儿啊 各种娘子的名字都有 您看看您家娘子叫什么 我给您找 这个是吧 您看看这个对 谁敢 你不准进来 春桃 你先下去吧 去吧 是 这是你安排的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欧阳旭自觉无德 不堪匹配柔宜 愿意再次解除婚约 什么叫再次 我手上只有你亲笔在西京写下的一封退婚书 我不记得和你定过第二次亲啊 那事已至此 文明人就不再说暗话了 你要是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还命 丁桂儿起贴 外用这幅线 丁桂儿起贴 邀您继续收看 孟华路 作曲 李宗盛 有一种 潇洒的 模样 四月光落在 黎人的 欣赏 与江河 如何向往 风吹过 岁月的 西攘 吱文字幕提供 岁月的 心中 作曲 李宗盛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不惜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等梦天在辉煌 笑看所有残散 只字 只手 不复思量 等手也 为对方 泛起了波光 再陪你 去看吗 细水流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